那如果你亲手培养的孩子翅膀硬了 要跟你闹分家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近来呢在台湾地区最有金牌制作人的柴志平呢 就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境遇啊 凭借我的少女时代而走红两岸的小仙女王大璐呢 突然爆出了要和他解约 那近日呢柴志平呢也在风波之后呢 首次公开了谈论此事 这是第一次碰到 红了以后的解约 一手打造过F4制作偶像剧无数的柴志平 自认也是个老江湖了 可这一回再在一个91年的小鲜肉身上 似乎也是他不曾想到的 说实在这件事情 我本身还是觉得蛮心情低落的 有点伤心 事实上当天柴志平现身北京 正是带着自家信任站台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柴志平的经纪公司 群星睿智创立十多年来 第一次这么声势浩大的 在祖国大陆开设新人推荐会 又恰逢王大陆的解约风波 因此不少人也有了联想 柴志平此举莫非是在向外界展现 自己的造星实力 避免第二个王大陆的出现吗 没有办法很快的 及时的就是见面 然后有时候给了档案 可能看了照片 没有特殊的感觉 所以这次为什么我想 就是把他们带来拟地 不如画龄为整 多介绍一些制作单位 不过当谈景眼下与王大陆的解约进程时 柴志平却三减其口 我一直把他们当自己的小孩来对待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妈妈跟小孩要谈分手的条件 我觉得那太伤感情了 所以我并没有自己去就是跟王大陆面对面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就交给经济团队来决定 然后至于要解约的条件我就交给律师 口口声声全是团队在处理的柴志平表示 自己对于具体解约金的数目条件完全不知情 可是前几天王大陆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却是这么说的 跟柴志平有讨论 对啊 所以这其实都是很顺利的进行 解约金其实就是跟柴志平也有沟通啊 到了柴志平这边 不仅不像王大陆说的那般顺风顺水 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更有些意味深长 如何理解柴志平口中的合约精神 从我的少女时代走出来的另一位人气新人 宋云化恐怕是最好的例子 其实一开始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 本来就相信不管是哪一地方 其实我们新加坡 马来西亚 各个地方 甚至到现在都美国 英国等等都卖得非常好 拍完少女时代后 宋云化又开始不停接戏 眼下他正努力投身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 我跟你讲 台湾的女人没有这么好欺负的了 下来我 baby变态 真的蛮累的 每天都15个小时以上 但我觉得大家工作气氛是真的很欢乐 所以其实可以的 我们会把它完成的 边播边拍的高强度 宋云化扛下了 角色需要只吃醋 小妮子忍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沙拉 然后又是吃水煮蛋这样的 而对于一个小女生来说 恐怕吻戏也是一大难关 还蛮紧张的 害羞还是会害羞 但是我觉得当下的那个氛围是很符合剧情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看这一集 不过为宣传新戏 情绪始终很嗨的宋云化 在谈到诗歌王大陆的出走时 瞬间变了脸 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真的在忙工作 所以我其实真的不清楚 那我自己不是当事人 所以其实我因为没有了解 所以也不方便多说 如今王大陆也确定是铁了心 究竟这位当红炸子鸡能不能走成 代价会如何 我们新预乐在线会持续关注 我其实把王大陆也当做自己的小孩一样 我只能说我愿意祝福他 新闻再线 走后报道